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麦凯恩因患脑癌去世,中年81岁,另据法新射衬,麦凯恩的家人在8月24日,宣布麦凯恩的相关治疗已经停止。 此举已为这名从业三十余年的美国政客进入生命倒计时,据了解,麦凯恩曾参加过越战,在一次飞行任务中,因为飞机被击落而被俘,之后在越南作为战俘。 渡过多年,法新射衬,他在美国国会任职的三十多年中,在讨论反战与国民道德建设方面有很大作为,他在2008年总统选举,中枢给了十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,奥巴马,巴罗格尔曼,后因推荐有争议的美国政客佩林·沙拉·凯恩担任美国副总统候选人,而受到谴责。 此外,麦凯恩也多次抨击过美国总统特朗普·特朗普·特朗普的国内外政策,他的英勇行为激励着我们,他的一生塑造了我们的性格,他与我之间的友谊,使我感到幸福和谦卑。 另一位共和党议员罗姆尼·McDomney,2012年美国总统中期选举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,在得知麦凯恩停止治疗后曾表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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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